请教青龙大哥 美国事实上在加大核武威者的同时 美韩军事同盟 然后这个礼拜 这个媒体也追踪传出来 5月7号岸田文雄 准备要访问这一个南韩 日韩这一回合的外交跟结盟的关系 也会更加的紧密 所以美国现在几乎是远然打造出 一个新的架构的亚洲小北约 那很大的核心 仍然是在围堵中国跟俄罗斯 对我觉得东亚的情势 在过去这一年 真的变化非常非常的巨大 那如果我们要讲出一个时间点的话 当然第一个是因为去年2月的俄乌战争 所带动的一个连锁 还有一个不要忽略的 是去年8月解放军对台湾搞封岛演习 那么所有的变化都从那个时候开始 再加上韩国跟菲律宾的选举改朝换代 它有国家的路线发生的变化 那么因此我们现在看到 从东北亚从朝鲜半岛 到日本 也就是说美韩美日 然后包括美台的军事合作 包括美国跟菲律宾 还有美国跟澳洲 整个从南海台海东海黄海 整个的四海联动 现在发生了一连串的一个变化 而当中最核心的 也是最近的最聚焦的 当然就是您刚提到的 这个东北亚地区 那么东北亚我们知道过去 美韩美日合作关系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谈到所谓的小北约 这里面就牵涉到美日韩三国 能不能创接起来 也就是说能不能有一个三国的军事同盟 那过去最大的障碍都是日韩之间的问题 那么也因此你会看到美日的联合军事演习 美韩的联合军事演习 而且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在文在寅的时候还降级了 但是呢你没有看到美日韩三方面的 而这一次这个在美国已经跟韩国谈妥 准备要在韩国进行一个包括核导弹潜艇的部署 还有一个战略轰炸机的一个部署 这个叫海空核威慑 那么刚刚前面他们几位都谈过了 这不只是针对北韩 也包括对中国跟俄罗斯 甚至包括对台湾 台海情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掌握 那么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步 为什么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么大的变化 就是因为日韩关系发生的变化 那么这当中啊 有美国的用了力量在两国之间 但是也是因为啊 两国开始产生的意愿 因为来自北韩的核威胁 不只威胁南韩也威胁日本 他们共同有感受 另外中国的扩张 刚刚讲到从去年八月 对台湾的封岛演习 这个飞弹甚至飞到日本的这个领域 等等这些影响 他们都看在眼底头 所以也因此我们看到 这个影席业上任了之后 他就讲了说 你不能够说要求日本 为一个一百多年前 一个历史的事情 一直道歉到现在 好像两国永远都 必须要留在过去 不能往前走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然后呢 他今年的三月 已经到了日本访问 然后现在岸田文雄 可能在五月七号或八号 会到这个韩国访问 上一次日本领袖到韩国访问 是2018年 当时是这个安倍 参加了这个韩国的这个冬奥 那么当时的文在寅 还最心理说 能够靠中国的协助 让北韩的核武问题 可以得到控制 现在回过头来 其实刚讲的没有错 北韩不用再叫了 因为他过去就是用讹诈的方法 在欺骗世人说 他会停止核武的发展 现在包括南韩 包括美国 完全都结写 认识 坦白说 某个角度来看 是等于是半岛的核武化 这个策略是必须调整的 因为对方根本不遵守 而且中国说 他要来协助在六方会谈 他根本是两边在这个放假话 所以他现在等于说 我们可以讲 整个亚洲的地区 整个所谓的自由体系的联盟 是完全的觉醒的过来 那么所以谈到这里 就必须提到一点 就是2024年1月 明年1月的台湾的大选 一定是全世界的关注的 也就是说 当菲律宾跟韩国 在一个选举完了之后 整个国家路线的改变 那么让整个亚洲 东北亚地区的情势 形成了一个这样的连锁效应 现在各国都在关注 台湾的20241月的选举 会不会发生变化 如果发生变化 就表示说 整个在这个 这一个所谓的第一岛链当中 又出现了一个破口 我想这个可能是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甚至包括韩国 都会关心的事情 好我们稍后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